这位就是田师妹吧 齐师兄之前见过师妹 田师妹天资过人 放眼清云哪个不止 我还听说师妹引物早会 如今已突破太极玄境到第六层 在此恭喜师妹了 齐师兄过奖了 这次西脉会晤 田师妹一定大放异彩 活得翘首以盼 小凡 齐师兄如此夸张 小凡 实不敢的 静语 快带我出去转转 好 师姐 我们走 你们先去吧 我待会儿就来找你们 没想到齐师兄对我们大竹风这么了解 快走吧 小凡 静语 咱们五年没见了 你过得怎么样 还好 这是练功呗 你这五年 有草庙村彩安的消息吗 没有 每次打雷 我总是恐惧不安 眼前仿佛惨壮在现 一想到这事没有进展 就自觉无言面对他们 小凡 来 还要来挑战我吗 我这次一定要赢你 我可不怕你 没想到你还留着 少废话 看我的剑 我可不会让着你哦 张小凡与林静语第九十九次比试 我一定要赢你 你干嘛欺负人啊 师姐 四凡 我大竹风的人不是让你欺负的 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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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 手下留情 贤习生意 网络单寸 宁阵诸天 汗龙推城 汗龙推城 师姐 小心 金鱼 师姐 小心 师姐 金鱼 别打了 天师妹 你没事吧 谁让你多管闲事的 好大的威风 来大助风 替我教训徒弟吗 没事吧 天师叔 苏师叔 是龙守风弟子冒犯 弟子在这里向各位赔罪 师姐 天师妹 林师弟一时冲动出手 你没有受伤吧 他还没有那个本事 林师弟 还不快来赔礼道歉 林金鱼 是我鄙视疏忽分神 不能全怪金鱼 怎么不怪他 分明是他以大欺小 仗着自己修为高就 林儿 够了 多有冒犯 弟子在此赔罪 金鱼自小与我打闹惯了 龙守风弟子 还真是性格鲜明 不易 小凡 我们走 田师妹 还有什么事 要不是田师叔和苏师叔 不与我们满倍计较 恐怕此事难了 事情过了 不说了 田师妹请留步 这盒中 是我随师父剿灭魔教 得来的清凉珠 不是什么宝物 但对女子养颜护肤 有些好处 今日送给师妹 全当赔罪 我不要 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这清凉珠 是我的一点小小赔罪心意 师妹一定要收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别在意了 那师妹不要嫌弃 收下吧 那就多谢齐师兄了 还望你看师妹喜欢 喂 喂 什么啊 原来就担心你师姐啊 我以为真担心我呢 你们谁伤到了都不好 你这个师姐啊 脾气真大 平时有没有欺负你 这师姐对我很好的 平时都是她照顾着我 吹牛吧 就她会照顾人 我不信 你又发什么呆啊 来大珠峰学艺五年啊 你 怎么越学越呆了 还缺运你的 你站住 来啊 话说七脉会舞 你会参加吧 我听师傅的安排 嗯 七脉会舞六十年才开一次 咱们入门五年就有幸遇上 到时候啊 一定要好好观摩 积累经验 静语 我觉得你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 咱们都要加油 也要给草苗村丢点 七脉会舞 可不是小朋友玩爽的地方 消息已经送到 林师弟 我们回吧 是 大师兄 小凡 那我们就七脉会舞再见啦 嗯 保重 轻语保重 师姐 嘘 傻了 你这做什么 快让我进来 哦 把门关上 叫你快把门关上啦 哦 好好好 你怎么让那个灵精女欺负了 她没有欺负我了 她有那么厉害 你们是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是啊 小时候我们就老鄙视 只不过 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赢过她 哦 原来从小就欺负你 我看她就不是什么擅长 这 这次她运气好我放她一马 哼 这个给你 拿好了 快拿好 这个是 太极玄青道 第三层 啊 啊什么啊 快捡起来 我特意抄下来给你的 师姐 要是被师父师娘发现 会被重罚的 你要去告诉师父师娘吗 不 不会啊 那难道我自己去说啊 那他们怎么会发现 你告诉我 你说他们怎么会发现 嗯 收好了 好好练习 以后不要再给人欺负了 我 师姐 那个林京宇虽然讨厌 但他那个师兄 嗯 跟他一点也不像 齐 齐浩师兄 上届七脉会我 他也就只输给了掌门萧师兄 那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吧 就算这次比我 他也是夺冠大热门啊 那可不一定 我们有大师兄啊 其他风的高手 也多着呢 小师弟啊 你觉得这珠子 我带着好看吗 齐浩师兄看似正经 其实还蛮体体人的 哎呀 时候不早了 我走了 哦对了 啊什么 给你的法觉说好了啊 一定要好好练习哦 我走了 哦 哦 啊 啊